欢迎美瑞达 第一个周宝说 自子花怎么腻了 缺水了 你看你养仙人球 你跟自子花搁一块养 自子花它喜欢水 仙人球不喜欢水 好吧 你别把它当仙人球养 行吗 给足光照 如果说现在通风很好 光照很多的话 像你这个盆一天浇凉水 都不至于有问题 然后适当地给点肥料 要不然时间长了以后 你也会会遇到一些个小麻烦 就是营养不良 下个周宝说 我的咖啡兰空根了 可以急救吗 然而我看了一下 虽然说兰花不洗肥 但是你该是肥的也要是肥 怎么样吧 就跟人一样 你比如说老花一不爱钱 但是你也得给我点钱 让我吃饭 你没有钱不饿死了 兰花也是一个道理 用什么肥 用肥料的话 你可以选那个反肥水 或者是被麻蹄食扣餐 就那种便宜的也有 贵的也有 像说我说金银花叶子 为什么会卷起来呢 你能不能多给点光照 金银花这种喜欢光照 再一个呢 现在新长出来叶子这种 发白啊发黄啊 都是因为营养不良了 该用肥料的用肥料啊 好吧 如果说黄的厉害 你就吃点肥 然后修剪它 用什么肥料呢 反肥水就可以了 就把那个青牙子剪掉 让它重新长就行 老花一 茶花有一部分 不舒展 怎么回事 坐标本镜 谢谢 空气湿度还是差点意思的宝贝 空气湿度 空气湿度不够 就是有点皱皱巴巴的 别的应该没啥 然后用点反肥水啊 你经常喷水 你看那叶子上 是不是有白白的水碱 这种就碱性大 你现在感觉不到 你要是一年以后 你就会发现了 尤其是到二三年的时候 就开始大面积落叶子了 就碱性高的事了 用反肥水就可以啊 然后多增加一下空气湿度 老花一 我这藏石花没打开 就拈了 咋不是 这已经泄了 又缺肥啊 你想想 它那么些个花包 那么些个花 你不给点肥 不给点光照 它哪来的营养啊 它没有营养 没有营养 它不就为老先摔吗 没开开呢 不就败了吗 下个做法说 你看我的月季咋的了 你的月季得病了 伤病了 水大 积水欧根啊 有点缺光啊 我怎么判断出 你这个是积水欧根 有点缺光的 你旁边不有个多肉吗 如果说光照很好的话 它不是那种纯绿色 长得没有那么收窄 月季花是非常喜欢光照的 它不喜欢在南方那种阴雨连天 我们北方养月季 真的没压力的 就直接种地上 连管都不管 你这个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是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为止 等到干了之后呢 用多菌磷 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杀菌 要灌一遍根 该试肥的试肥 加强光照 该修剪的修剪就行了 别的没啥了 要有问题 到这儿就不错 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点花最短 下期再见 拜拜